我喜欢带我的女朋友来吃卤煮 不仅仅是因为好这口 还有一个奇怪的原因 是因为和媳妇吃卤煮 总能让我联想到做爱上去 所以我想当然地认为 那有一种气场 能激发某种激素 让人异常兴奋 这种联系 我不知道应该叫什么 有种野性的刺激 但是自从和妞子在一起以后 这种冲动的感觉 和这点幻想的权力 就彻底地被她剥夺了 因为她喜欢在吃卤煮的时候 和我吵架 也许卤煮也能激发她的某种激素 但很显然 她的激素跟性没什么关系 老板 两碗卤煮 那个不要香菜啊 不要蒜 你别让我喝吗 有 不取消了吗 那你还问 干嘛呀 我把他说的 你赶到那儿了 不太饿 还较劲是吧 我又怎么较劲了 那你这是干嘛的 大碗吃这么多得胖成什么样啊 嫌我胖还让我吃 什么意思啊你 我什么时候说我嫌你胖了 那你刚才跟张员说什么呢 那电话不是你让我打的吗 我说让你说衣服的事 谁让你打气妈笑了 那我也没说我嫌你胖啊 我是想你再瘦点 我觉得这挺正常的 而且我真觉得你挺好的 我特满意 开玩笑的 有这么开玩笑的吗 你找事是吧 你刚才跟张员说的都是什么呀 跟人说我又没胸又胖 完了挂来电话跟我说的 人身材就是好 人办事那么不地道啊 你要觉得我就该跟傻逼似的配合你 那我也没辙 那我就是不爽了 我跟你说这效果就等于 我以前有位胖友 你开车呢 完了我跟人打电话聊天说 我男朋友生日气有小 个儿啊又胖 完了打电话跟你说 人哥们身材劲好 一样效果 你要觉得你能接上 那我没辙 反正我不喜欢这玩笑 谁跟你说张员是我胖友啊 我就是怎么觉得呢 爱怎么说怎么说吧 你现在都嫌我这嫌我那人 那以后怎么着啊 我告诉你 我还就嫌你胖了 行了吧 这有人吗 这有人吗 你坐我这儿来吧 你现在怎么真不懂事啊 我够觉着懂事的了 我现在饿不饿 都得看你有没有时间 跟我待一会儿吃饭 你要说没空 我就得说不饿 凭什么我就非得去 你就是对我不好 你那么一生气随便想骂就骂 想打就打什么 就你俩有脾气 真拿自己当根葱啊 我本来觉得为人你转 我心甘情愿 不是开心 我还得清有灵犀的理解 你为什么骂我傻逼是吗 凭什么呀 你那些为人怎么就那么多呀 谁等好对你的不满意 等了这时候列在笔如后面 我一说我现在想不起来 您就来一个 甭他们来那个 完了你一想上我 一想求我了 又跟我这儿不生气 还说什么为我好 我他们要是真爱你 我绝对不会知道错 还不停地质问你 整天让我换点衣服吧 换个妆吧 你干嘛不换个人啊 反正我想清楚了 我就是这么个人 你接着不接着就聊 自己决定 谁想你想那些了 你怎么能不机灵 甭老说我不机灵 我要那么机灵 找你干嘛使用我 天哪 这只算吗 是吧 你既然说我不懂事儿 有完没完 以前你说什么我也没觉得难受 你只要一说我不懂事儿 我怎么就 你觉得我怎么难受啊 是 是 你别做了什么 赶紧多吃 你说你什么时候会觉得我腻了 不是腻 那是什么呀 说不清楚 有什么说不清楚的 有什么 我真是说不清楚 你别老瞎想什么 没瞎想 我就觉得你特没劲 你又怎么了 有什么说什么呗 老只让我擦 我可擦不出来 你说这么多干嘛呀 我什么时候说 我觉得你腻了 那你躲我干什么呀 这又不是我亲你泥躲的时候了 再说咱俩在一块这么长时间了 也不能老黏着 我还黏 我觉得要不然就是你腻了 要不就是你觉得我吃定你了 你就不用对我那么好了 反正你现在觉得过了 那种甜蜜的阶段了 然后就应该有事说事 没事不联系了是吧 而我觉得这还不行 你看着办吧 根本就是没事找事 你要觉得我没事找事 那我没得说了 你总想一些有的没的 你又觉得我对你不好了 你又不满意了 你又要离开了 还我要离开了 你又不觉得你头里心里头不平衡啊 没有 你说的我都知道 但是现在就是这样 我也理解 我会改成吧 现在就是这样 那说明你也觉得有问题了呗 我不需要你改 我就想知道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也不想这样成 行吗 只要你不想我不会离开你的 你以前也说过 吃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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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着 但我还是喜欢喝牛仔的吃鱼 看那饭狗的一样真他们喜欢 可疯吗 爱情就是一样 里面杂七杂包什么都有 但吃起来有稀有干 又有嚼头又热乎 吃到嘴里 真是尝着肝脏饼的味儿 不想山珍海味 胡适海灾之后 什么味儿都说不上来 后来他说每次跟他炒完架以后 他总觉得又是一拳打在棉花上 而我觉得 他不过是说了什么 你对 爱情就是你以为你有理 你做的对 我却觉得 你只是在不停地鼓励取的 就是我以为我很成熟很男人 你却觉得我很幼 永远不理解 谁说不是你 就不忘了 已经是悶得八分还是幾千 ** 我以为你管它也要真ал 这个真是一种 块钱 哎 경美家室 像是线海草 komplett determining